基本上就改哪些地方 我就把剛剛的東西 這個到這邊嘛 總共四行 而且這四行還蠻好記的 真的不用特別背 我覺得這 每次寫到這個之後 我現在幾乎就不太寫Java了 我覺得Java真的是 我已經寫到這已經中毒了 就覺得 真的你學現在寫怎麼這麼簡單 以前怎麼寫一堆 OK 現在就覺得 這寫這好了 OK 反正結果如果他沒有挑工具的話 那我剛才用這個寫就好了 對不對 兩下就可以把事情解決了 所以工具的演變 可能會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簡便 那底下的部分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我要累加的話 可能要先把裡面的東西 先轉成RNT 再來累加 不否則的話會出問題 那最後的話 這個地方就 MINI就不需要 再把它怎麼 LEN-1 幹嘛範圍 不用了 直接就輸出就可以 所以最後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結果就類似長這樣子 先把裡面的成績調出來 總共有八位 成績多少 平均多少 最高最低 也都一目了然 OK 所以你會發現未來 用一個 外部讀取的方式 會非常簡單 那之後的話 我們檔案還會再講到 比如說我如果 要開 那可不可以用寫 可以啦 寫就RNT 你先告訴他 檔案要寫哪裡 然後呢 就把檔案的資料 告訴他 他就寫出 兩行就搞定了 所以非常的簡便 那之後的話 還會再銜接資料庫吧 反正我們後面的東西 會越來越增加 不過跟前面 都會有關聯性 所以如果你前面不熟的話 那後面呢 可能會越來越有問題 尤其是回圈 跟串列 這兩個你不熟 以後真的 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但如果你這個熟的話 以後做起來 會越來越順暢 那下一個禮拜 你們那個前兩節課練習 大概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猜數字遊戲的變化 比如說次數限制 跟數字變多 第二個是那個 第二個是那個Mines CAI的那個變化題 也許你不一定是月份 你可以去找其他的英文 英文中文 反正就翻譯吧 類似像翻譯的兩題 然後大概這兩題 就是Mines CAI 就是Mines CAI 有月份有沒有 英文月份轉 1234 1到12 你可以自己再轉別的 不要月份 你可以是 1234的英文 轉1234有沒有 或者是說 英文輸入中文 然後enter 考他有沒有 英翻中會不會 答案對不對 你不用挑太困難的 大概就是這兩個題目 請各位就是做個變化 這樣應該可以吧 我本來想說 要不要308跟310 會不會太多 不然就是主要這兩題 請各位就盡量花 主要是讓你們熟練 OK 那沒問題吧 OK 好 就是拆數字遊戲的變化 跟那個月份 Mines CAI的變化 不是啊 你是說308跟310嗎 作業沒有提號 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就不是用證照考試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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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